以赛亚书第29章 亚历伊勒 亚历伊勒 大卫曾在此安营的城啊 有祸了 虽然你一年又一年按时举行节旗 我却要使亚历伊勒受困苦 成了一座充满悲伤哀嚎的城 我要以它为亚历伊勒 我必四面安营攻击你 築起宫城的台来围困你 堆起高磊攻击你 你必降低 从地中说话 你说的话必细微 如同出于尘土 你的声音必像教会者的声音 从地里出来 你的言语必像耳语般低微 如同出于尘土 但你敌人的数量必多如灰尘 那些强暴者的数量 也多如被吹散的康比 这必在请客之间突然发生 万君之耶和华 必用雷轰 地震 大声 旋风 暴风 和吞灭人的火焰来惩罚他们 那时所有攻击亚历伊勒的列国重军 就是所有攻击亚历伊勒和他的堡垒 以及迫害他的 必如梦境 如夜镜的异象 又像饥饿的人在梦中吃饭 醒了以后仍然觉得饥饿 又像口渴的人在梦中喝水 醒了以后仍然觉得口渴 心里还是想喝 那攻打西安山的列国重军 也必这样 你们留脸吧 自我蒙蔽 继续盲目吧 你们醉了 却与酒无关 你们东倒西歪 也不是因为浓酒的缘故 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 倾倒在你们身上 他紧闭你们的眼就是先知 蒙盖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对你们来说 整个异象就像密封的书卷的话 人把这书卷交给试字的说 请念吧 他必回答 我不能念 因为他是密封的 人又把这书卷交给不试字的人说 请念吧 他必回答 我不试字 主说 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 用嘴唇尊崇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对我的敬畏 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 因此 看啊 我要再向这子民施行其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要消磨 他们聪明人的聪明必被隐藏 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有祸了 他们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 谁知道我们 你们颠倒势力了 姚将怎能被看作泥土呢 被造的怎能对造他的说 他没有造我 制成品怎可对制成他的说 他不聪明 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黎巴嫩就要变为肥田 肥田就要被看为树林吗 到那日 龙子必听见这书卷上的话 瞎子的眼 必在迷蒙黑暗中也能看见 困苦的 必因耶和华增添喜乐 贫穷的人 必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快乐 因为强暴人归于无有 好讥笑人的必被灭绝 所有意图行恶的必被剪除 他们只用一句话就定了人的罪 又设下网罗来陷害城门口那执行裁判的 用毫无根据的事驱网一人 因此 曾经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 论到雅各家时这样说 雅各今后必不再羞愧 他的脸容也不再变为苍白 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子孙在他中间 就是我手所做的 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 也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那些心中迷惑的 必明白真理 那些发怨言的 必接受教训 发怨言 是不是走在 宝贝 优优优独播